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討論一段近代史發生的改革 距離現在大約123年 可以說是在晚清時期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改革 就是這個八日維新 雖然你說八日維新 但整個務術變法可以說有廣義和客義之分 廣義是由1895年的公居尚書開始 一直到1898年開展整個運動 慈禧太后發動的務術政變結束為止 另一個客義當然是由1898年6月11日 由光水帝所頒布的明定國事召書開始計 直至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結束為止 這就是剛才你所說的103日的改革 所以叫八日維新 大家都知道這個務術變法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 但其實整個變法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要由變法的歷史背景開始說起 剛才我們也說了這個變法如果用廣義來講 是由1895年開始的 1895年的4月我們剛剛在一場戰爭當中戰敗 就是甲午戰爭 沒錯 甲午戰爭戰敗之後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到北京 當時的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市的1300個舉人 合力一起聯署上書光水帝 痛塵當時民族衰亡的形勢 並且提出了拒和千刀煉兵變法這四大主張 所以說這一次的公居上書可以是整個務術變法的一個序幕 然後到1898年的6月11日 終於光水帝頒布了這個明定國事召書 正式宣布要開始進行變法 當中的原因當然是因為1895年甲午戰爭 象徵著我們之前那一次的變法 即是羊毛運動是徹底失敗 所以當然需要一些時間去醞釀 才可以籌備新一次的變法 整個變法的心態其實是非常之激進的 這個也不難去揣摩的 因為由1840年就是這個鴉片戰爭開始 去到1898年其實足足已經等了60年的時間 很多人都認為為何要等了這麼長時間 才迎來一次這麼大規模的改革呢 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之後 其實整個中國就面臨著被世界列強瓜分的一個重大危機 俄、英、法、德、日、義、美等等的國家 都基本上來到中國 希望可以分一杯羹 只是在短短的三年當中 即是由1895年到1898年 這三年當中 中國沿海很多重要的港灣 包括了鋁順大連 江州灣、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等等 這些海灣不是被強行租借 就已經成為了其他地方的管治殖民地 所以當時中國已經不只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 直接面臨著整個變成殖民地的危機 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 這個變化模擬他們的策略是非常之急進的 因為他們覺得民族即將滅亡的階段 一定要有一個大的改革 而且另一方面大家知道 甲午戰爭的戰敗 就象徵著羊毛運動的失敗 羊毛運動失敗 因為當時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志同、嚴復 這幾個人為首的這些立憲派 或者叫做支持變化的人士 他們去審視整個的羊毛運動 他們發現羊毛運動其實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 因為由1860年開始 一直搞了30年 但他們覺得這種中學維體西學維用的方式 只是在形式上改變 但沒有改變到真正的根本之處 所以當時他們甚至認為 他們比較完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後 他們認為應該要根本地跟我們的傳統割裂 有點像之後的另一次運動 新文化運動 沒錯 所以當時作為這個務率維新的一個主要推動者的康有為 他曾經提出這次的改革要本末並舉 首尾無缺 不能夠再好像以前羊毛運動一樣 變一些不變一些 所以他的政策方面是非常多樣的 可以說是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法制 甚至乎希望透過這個改革 是影響到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 是可以移封易俗 那時候在103天的改革路程當中 一共提出了幾項的措施呢? 幾百項 根據統計應該提出了110度的詔書 可以說基本上每天都有 甚至乎一天有幾度的詔書 譬如在政治上 他就要求可以廣開言路 提倡官民可以上書言事 即是提意見 並且允許自由地開辦一些報館、學會等等 更重要一點就是 切除一些沒什麼事情做 但又出糧的那些叫做 總觀 還有一些沒什麼用的衙門 即是精簡架構 更加重要一點是 廢除了入關以來 這些滿人的特權 然後在經濟上 其實可以說和洋務運動分別不大 都是鼓勵大家輕辦實業 即是開工廠 並且設立農工商總局 以及這些礦物鐵路的總局 發展經濟 更加鼓勵商辦的鐵路 即是由民間自己起鐵路 而且也希望可以創辦國家銀行 用一個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去編制國家的預算 制定一些開支等等 而在軍事上的改革也非常大 第一 將以前的胸口掛著勇治的清兵 大量裁減那些所謂的六型兵 重新改變武舉人的考試制度 然後繼續在洋務運動之前做的 輕辦海軍、兵工廠 並且去練一些新式的陸軍等等 去加強當時清朝的軍事力量 而在文化教育上 其實和洋務運動的分別不大 繼續開學校 這個時候輕辦了京師大學堂 即是後來的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 並且改革科舉制度 廢除八股文 即是不需要大家背重 而是改市策論 希望大家可以考一些 真正在官場上 應對民生事項的時候 用得上的方式 亦都是選派的學生 不再留學美國了 而是留學一個很近的地方 日本 對 因為日本剛剛打贏我們 當然要去那裡學一下 究竟為什麼日本同樣 都是一個東亞的國家 但是它可以這麼快西化 而剛剛我們說到 移封易族上面 有一個非常大的改革 對於清朝來說 這個封族上面的改革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以前從來都沒有人敢看 第一個就是 剪了條邊 對 另外對於女權來說 也是一個解放 就是 不用紮腳 沒錯 基本上這些政策一頒布之後 朝野上下甚至社會當中 都引起很大的空洞 不過大家都知道 它在103天當中 頒布百多個詔書 由上至下傳播當時的速度 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快 所以其實很多政策 去到上層收緊的時候 可能最後未落到下層 已經是胎死腹中了 那最後這次政變 怎樣會無疾而終呢 因為慈禧太后不忠言 對 慈禧發動政變 其實呢 他發動政變之前 還有一段故 原來是有個人告密 袁世凱 沒錯 袁世凱 其實是一個年輕 而且非常有能力的軍事領袖 但為什麼袁世凱 會向慈禧太后告密呢 是原來 源自一個 無率六君子當中的其中一人 譚之童 沒錯 原來實際上 康有為梁啟超這個變法派 他們本身呢 是希望可以透過袁世凱的軍事力量 首先將這一次變法當中的其中一個眼中釘除去 慈禧太后 沒錯 因為那時候他們覺得 袁世凱年紀輕輕 應該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 而且呢 光水帝還照見過袁世凱 所以本身呢 他以為袁世凱會跟他們形成同一陣線 但是誰不知呢 大家都知道了 袁世凱因為告密這件事件之後 慈禧太后呢 很快就從儀和苑 翻代紫禁城 然後呢 就發動了這一場政變 整件事呢 就將整個的 勞術變法呢 可以說是一次過推翻了 那麼很多人都認為呢 其實這一次的勞術變法呢 是近代當中呢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因為其實他剛才說的 所有方面呢 都可以說是中國當時的確面對的問題 是真的要改善的東西 那但是為什麼會失敗呢 因為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但是實際的問題呢 當然是源自於這個改革派 他自己本身的權力呢 是遠遠不足以推動這一次改革 那麼大家知道了 維新派的主要人物 除了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書生之外 那麼這個核心人物呢 當然是以 光水帝 對啦 沒錯 但是光水帝自己呢 都只不過是一個空有皇帝尊號 而沒有實質權力的人 那麼大家知道 但是呢 武術變法呢 其實是想仿效 當時日本已經進行了的 明治維新 不過呢 明治維新的變法的力量呢 是源自於天皇呢 成功推翻了以前舊幕府的力量 所建立起來的威勢 以及得到一眾的日本當時改革派的支持 那麼相反呢 光水帝呢 雖然他四歲就已經繼位 但是呢 因為一直都沒有能力去處理政事 一直以來呢 都是受到慈安和慈禧太后的瑞煉聽證 即使呢 光水帝十八歲的時候呢 親政之後呢 明治上他是國家上面最高的權力中央 但是實際上呢 這個權力呢 依然呢 就留在慈禧太后手上 不過呢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武術變法的初衷呢 是希望可以延續和鞏固清朝的統治 所以其實慈禧太后呢 一開始呢 都沒有反對的 但是呢 因為很多變法的政策呢 危及到慈禧太后的地位 所以因此呢 他就出手了 那有學者呢 評價這一次的事件呢 他認為呢 就是說 維新派呢 是得到了起草召書的權力 但是實際上呢 保守派呢 還擁有著 軍政大權 所以呢 在原本的這個權力分佈之下呢 由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去推行這個改革呢 一開始呢 已經是注定會失敗 而且這個改革 還是一個由皇帝推動至上而下的改革 而康有為這班維新派呢 在這一次的權力鬥爭當中呢 他並沒有真正去了解清楚背後的實力 其實他們原本是可以利用慈禧太后的權力呢 去順利推行改革 但實際上呢 他居然是用了一條錯誤的方式 希望利用一個沒有實權的光水呢 去抑壓這個慈禧的權力 那這個呢 就視為失敗的第一大原因 那第二大原因呢 就是 這個變法當中呢 遇到太多的反對聲音 整個變法呢 一定會觸碰到一些既得利益者 譬如呢 裁減這個綠營的兵呢 就令到一些官兵就有失業的危機 然後精簡衙門 將一些勇官都撤除呢 更加呢 就造成官場上面的一個很大的震動 然後呢 還有呢 就是將那些奇人原本擁有的特權都取消呢 這個對於那些入關之後 已經沒有什麼貢獻 又不是怎麼做事的 那些 世世代代代享有特權的奇人來說呢 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還有呢 就是興建學校 本身興建學校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原來呢 這個興建學校的措施呢 是要改建一些宗祠或者寺廟呢 變成學校 那麼這個呢 又激發起一些僧人 祠堂 甚至等等的一些保守勢力的反對 那麼這個呢 也都成為改革的一個重大的阻力 那麼 不過其實呢 有很多人都說呢 這一次的勿術維生呢 其實他可以用一些比較完成的方法先推的 例如派學生去留學啦 這個辦實業啦 興建鐵路啦 等等這些呢 其實應該可以先做 那但是呢 操之過急呢 是成為這一次改革失敗的另一個大原因 那而且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這一次的改革呢 是由至上而下的 那但是至上而下呢 你覺得上層有些什麼人應該會支持改革呢 楊武派呢 是 但是 由維新派在這一次改革當中呢 並沒有好好地可以聯繫他可以支持他的朋友 因為楊武派呢 本身就是體制裡面的一些開明者來的嘛 那而且呢 希望可以富國強兵呢 和今次的變法呢 是同一個目的的 但隔於呢 主要的旗手呢 就是這個康有為梁啟超兩個呢 他本身和一些舊式的楊武派之間呢 是沒有什麼關連 而他開始進行這個運動之後呢 他只是依靠光水第一個 也都沒有對一些本身的楊武派 尤其是張之棟這些人呢 去進行遊說 更加呢 在剛才我們說到呢 他依靠了一個不應該依靠的人 就是袁世凱 因此呢 就觸發到 這次運動最後的失敗告終了 而另一方面呢 只有上層推動的改革呢 在中國近代史當中呢 大家都看到呢 基本上都是失敗的 反而是要有下一層起義 由下而上 沒錯 那所以呢 要真正令到 當時的中國改革呢 你後面見到呢 是經歷了一個很漫長的階段 包括了新文化運動 開啟大家的文字 然後呢 由群眾開始慢慢著手 才可以將我們一些民族當中的 根本性的問題呢 逐一慢慢改變 然後呢 才可以走到今天 而這一場變革 最後失敗告終 也都最後有六個 我們講的 冒術六君子 是甘願因為這一次的變化 而犧牲 當時譚志彤就說到 世界當中的變化 無一不以流血而成 所以他就甘願成為 這一次變化的一個烈士 而另外的康有為梁啟超 就紛紛逃到外國 而光水底呢 最終呢 也都被軟禁在這個形台 直至去世為止 那今集呢 關於這個 冒術變法的故事 就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 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